因为之前我们都会问他有什么优惠嘛 当时他跟我们讲有两个优惠 一个是宁波的那个 就宁波提的 他会有一个3000块钱的优惠 然后再就是有一个国家补贴1万块钱 就是报费补贴1万块钱 那一般来讲 报费补贴我们都是 不是没有报费车嘛 所以他跟我们讲的是 我帮我们 就到时候我们通过一种去 拿报费车 就像你买个报费车 然后去走那个报费的渠道 就可以把这个钱领到 周先生在特斯拉杭州滨江 银泰体验店买的车 宁波提的车 他说提车前 自己特地和陈店长 确认过报费和提车的先后顺序 提车跟你什么 申请那个报费补贴 这两个不大尬的事情 是两件事情 然后我们就相当于 后面我们就联系他嘛 大概6月11号 我们就联系他 那个报费补贴怎么搞 联系他的时候 当时是报费车买了吗 报费车 6月10号的时候 还没呢 因为我们要问清楚嘛 然后他跟我们讲 就是报费车先等一等 在周先生和陈店长的聊天中 陈店长发了一张图 上面是关于 汽车已旧换新补贴的相关内容 其中包括 对旧车在自己名下 持有时间没有要求 报费旧车和购买新车 没有先后顺序要求 政策期限是今年4月24号 到12月31号 这种方式的话 也不是正规吧 不正规吧 对 这个正规正规 我当时也不太清楚 反正他当时说 可以走这条路子 他教你这么操作的 他之前也是他们特斯拉的 就是我们联系 不同的特斯拉的电源 就是现在是另外一个 特斯拉电源 我们知道有这种方法 因为现在特斯拉提车快 都两三天起来的 然后报费这个事情 都是后面一个月后 两个月后弄的 来 就是说里面有很多顾客 都是这样的 国家的政策 你按那个条例来 因为那个就是 国家发布的文件里面的 周先生说 之后左等右等 一直到这个月的13号 陈店长发微信说 报费车还好没搞 政策漏洞补上了 之前弄的都没法申请 国家政策变了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 既然你之前跟我们说 有这个事情对吧 我们当然希望把他走通 至少特斯拉 你得给我补偿这个损失 如果是我们承诺 他一定能拿到的优惠 那我觉得肯定 是我们有问题的 但是是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这个政策 国普这个政策 你也知道 他不是我们公司发的 现在陈先生 已经不在 滨江营太的这家 特斯拉当店长了 他在电话里回应 关于报费补贴这事 周先生他们 是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的 来店里看车的时候 的确有咨询过 我们介入国普这件事情 是他订完车以后半个月左右 我才帮他去问 这些东西的 前面 前面 更多的就是我作为一个 相当于一个顾问吧 现场经过沟通 周先生希望 特斯拉方面能补偿 自己这部分的损失 可前店长 陈先生表示 补偿肯定不行 但是愿意跟周先生 他们私下再沟通沟通 赠送一些小礼品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